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y 大家好 我是Bonnie 这个夏天真的是太热了 Katy 我看你最近扇子都不理手了 是啊 快到大暑了 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 我的身体感觉温度是蹭蹭的往上升 而且到特别炎热的天气的时候 人也容易变得焦躁疲惫 Bonnie 你平时是怎么去暑的呢 我是属于特别怕热的那类人 所以到夏天基本上都是躲在空调房里不出去 而且我还很喜欢吃一些冰冷的食物 或者和冷饮来降温 那如果此时此刻 能有一份解暑降温的甜点摆在面前 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梦想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今天我刚好准备了一份去暑的小甜品 特别适合我与你来分享 那我先把它拿出来吧 太好了 哇 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没想到KT还有这么精心的准备 看到这份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奶油纸杯蛋糕 还冒着丝丝的凉气 真是忍不住想马上吃上一口 那别拘束了 赶快享用美食吧 嗯 细腻丝滑的奶油啊 入口即化 伴随着一股香浓的味道 它呀 不仅为我带来了丝丝的青阳 而且我觉得还特别提神 一下子状态就感觉不一样了呢 是啊 这个蛋糕真的很好吃啊 而且啊 夏日来上这样一份甜品啊 心里都是甜甜的夏日的感觉 邦尼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蛋糕制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制作了 哇 真的吗 是的呀 你周末啊 约上三五个闺蜜 然后一起制作美食 再配上一些夏日冰冰凉凉的饮品 这个夏天堪称是完美了 哇 这么好吃的蛋糕 在家就可以自制了 那这个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兴趣 因为呀 我也很想给自己的家人 亲自做上一份这样的甜品来品尝 所以 Katie你可以把它在制作的方法 告诉我们吗 当然可以啦 在介绍之前我要先考考你 刚刚吃出了我们爱多美的什么味道呢 哎 这个可难不倒我了 我品尝到了一股非常浓香的咖啡的味道 我想啊 一定是用了咱们的阿拉比卡咖啡吧 没错啦 就是咱们的阿拉比卡咖啡 那阿拉比卡咖啡香气丰富 浓郁醇和口感清香 除了冲泡成咖啡饮用呢 还特别适合作为美食的调味剂 比如把它做成马芬蛋糕啊 芝士蛋糕啊 咖啡曲奇啊等等啊 各式各样 那其实我也是在探索咖啡美食的路上 哇 Katie你真的是太棒了 以后一定要多多向你学习 嗯 看啊 这款咖啡的蛋糕的食谱呢 已经显示出来了 所需要的材料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按照以上的配比和步骤 我们就可以吃到同款的夏日甜品了 哇 这种方法呢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而且呢自己动手制作 不仅用料上可以更加的丰富和饱满 而且呀在制作美食的过程中 还能融入我们满满的爱 真是一次超级的体验 嗯 如果在品尝这么美味的甜品同时啊 再配上一杯冷饮 那就是堪充完美了 哇 那说到冷饮呢 我就特别有体会了 我也想分享两款 我最近特别喜欢的饮品 分享给大家 那第一款饮品呢 就是冰爽普洱茶 将冲泡的普洱茶晾凉之后 放在冰箱进行冷藏 这时候亲人心脾的一杯冰爽普洱茶就完成了 还有第二款推荐的饮品呢 就是夏季特别推荐的糯莉果汁 它不仅富含丰富的营养 而且冷藏之后啊 味道也会增加一个层次 为炎热的夏天带来非常独特的风味 Katy你想来一杯什么饮品呢 嗯 我对啊普洱茶一直是情有独钟 以前呢都是喝热的 那在酷暑的这个时候呢 喝的就比较少了 今天啊听你这样一说 原来还有这样的喝法 那我想来试一试这款普洱茶 赶紧试一试吧 感觉怎么样呢 哇这个味道真不错啊 冰冰凉凉的 我喝出了一种很开胃的感觉 不仅清爽解腻 而且啊大家都知道 这款普洱茶里边 它含有墨氏子酸的成分 可以减少我们人体的体脂肪 对于喜欢油炸 油腻食物的朋友们 有很好的帮助我们消化的作用 刚刚我吃了这款蛋糕 然后配合我们的这款普洱茶 真的是甜而不腻冰爽可口的夏日啊 没错啦 那关于这款冰爽普洱茶呢 我还有一个小秘密 因为我对自己的身材 还是很有要求的 所以经常在吃烧烤啊 吃火锅之后呢 我都会来上这样一杯普洱茶 它呀可以帮助我大大的减轻 我大吃大喝的负罪感了 而且呢在我们家的冰箱里啊 也存放了冰爽普洱茶 都说人生如茶茶如人生 喝上一口冰爽普洱茶 整个夏天的生活啊都精致起来了 是啊没错了 除了普洱茶呢 我们家庭中还常备的有一款 深受大家喜爱的产品 也特别适合这个夏天 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糯粒果汁了 因为糯粒果汁开瓶以后呢 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起来 可以说呀拥有了糯粒果汁 就拥有了整个夏天呢 KT说的呀我要马上尝上一口了 是的 除了咱们糯粒果汁酸中带甜 冰爽开胃的感觉 我在尝它的时候 还感受到一点点的回甘 每喝一口啊 我都能想起咱们爱多美糯粒果汁 富含的20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那其中包含人体必须的7种矿物质啊 18种氨基酸 12种维生素等等 每一口啊 我都觉得是营养的大宝藏了 嗯 是啊 糯粒果真的不愧被称为神赐的礼物哈 它里面含的这种多蜂成分呢 是奇果的143倍 是西红柿的140倍 而啊关注我们肌肤状态的女性 特别喜欢这个成分 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变得更好 享受永保青春的状态 大家说这样的糯粒果汁是不是让人爱不失手啊 像我们每天面对着电脑辐射呀 或者在路上经历着各种环境污染 包括日常生活压力大 经常吃外卖熬夜 然后还害怕自己的皮肤会衰老的人群呀 都特别适合来上一杯这样的糯粒果汁 每天饮用它呀 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健康 喝起来真的是特别的快乐 特别的享受 嗯是啊 糯粒虽好可不要摊杯哦 饭前饮用30毫升 保持活力满满的一天 哎彭尼你那么喜欢吃冰凉的食物 而且刚刚你也有说夏季喜欢吹空调 那其实你会不会觉得身体接触了这么多冷的食物 是否会感觉太冷啊 然后身体有消耗呢 没错KT问的特别好 那每当我从外面很热的环境下回到房间内 马上就吹空调喝冷饮 表面上身体觉得是很舒服了 但其实体内一下子被降温 温差非常大 身体也会努力的适用这种变化 是会有一种对身体消耗的感觉 那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呢 也常说多吃冰冷的食物啊 会损伤阳气 那我们有什么好办法 可以让身体不受影响吗 当然有了 在我们增强身体的这一方面 爱多美有两款非常好的产品 那就是咱们的幻力饮和红参丹了 这两款产品呢 可谓爱多美精品中的精品了 尤其是幻力饮的累计销售额 已经超过了一兆韩元 数量呢超过了一亿盒 产品销售累计啊 六年第一名 那从这些数字上 大家就可以直观的感受到 大家对他们的喜爱程度了 没错了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咱们的幻力饮呢 确实是值得大众的厚爱 因为呀 它拥有着韩国四项专利 并且从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 MFDS 获得了调节免疫机能的认证注册 能够获得这样的认证 是我们爱多美人的骄傲啊 而且呀 从幻力饮的成分来讲 咱们的成分呢 都是取自韩国国内栽培的 当归 穿胸 白少药 各种植物复合合成物 对于工作压力大呀 频繁的加班熬夜 体能消耗过多 气力不足的人群呀 都有很好的帮助 是的 同样呢 咱们的爱多美红参丹 也是重量级的产品 它是韩国唯一的百分之百 红参颗粒的专利产品 普通的人参造干含量 每克当中是0.5毫克 而咱们爱多美红参丹 人参造干的总含量 高达每克当中20毫克 红参呢 它是非常好的滋阴补气 强身易血 生精安神的这样的作用 尤其是对于我们阴盛阳虚的人 有比较好的改善 听到这里呀 感觉我真的非常需要他们 这两款产品呢 都非常适合夏季爱吃冷饮呀 容易气力不足的人群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在夏天使用红参丹 会不会担心上火呢 人参是大补的食物 很多体质虚弱的人 会出现这种虚不受补的情况 但是咱们的红参呢 在处理的过程中 因为热处理的作用 使它的成分发生了变化 相比人参来说呢 它的成分更加的温和 所以呢 它更多的适用于补充人体的元气 适用范围更广泛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上火的问题 那真的是太好了 您看咱们爱多美的产品呀 不仅可以作为原材料 自己动手DIY出各种 适合夏季的甜点美食 就连饮品呀也是非常的便捷实用 爱多美的大众精品呀 可以让我清凉一下 尽情的享受这个美好的夏天了 没错啦 最后呢我也要提醒大家 夏季酷暑 大家要保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多保重身体 不要贪凉 不要贪杯 养护身体 可别临时抱佛脚哦 最后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 咱们的爱多美产品呢 属于健康食品 不是药品 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哦 嗯最后我们就祝福大家 爱上圣夏 健康圣夏 请不吝点赞 好 好 最后一早 幸福的 好的